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单脚跳回酒店让粉丝们心疼不已 如今虽然伤势恢复的差不多了 但是柯哥还是坦言现在穿皮鞋仍然有点不舒服呢 你好多了已经好很多了 今天可能穿皮鞋可能会不太舒服了 可能因为穿皮鞋和穿运动鞋可能还不太一样 我觉得运动员他们可能会碰见这样一些情况 即可也在积极的康复当中 真是大写的心疼无力苛苛呀 好在凭借赛场上的优异成绩和私下的蠢萌性格 张继科也是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爱 如今连续四年提名体谈年度风云人物 刘志导也是对他拿下人气奖项相当看好 我认为季科今年有希望拿最佳人气奖 我最多喜欢运动员奖 因为季科他身上不光是取得比赛成绩 我觉得最佳运动员马龙有机会 因为马龙拿了两块金牌成为新的大满贯 但季科身上的大满贯他在上一届的时候就已经取得了 这一届大家之所以这么喜欢他 因为他身上有一种特殊的气质 在比赛场上那样的这种再困难的这种局面 最后他总是能赢 而且他是非常独特的 非常有个性的一个运动员 所以深深受到很多青少年迷妹们的喜欢